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辱骂别人是要偿还因果的 但遇到事情照常还是要骂人 要羞辱人 还美其名说 我就是憋不下那口气 我只是出一出怨气 又懂得因果的人知道供养诸佛菩萨及三宝 有无量的功德和福报 自己可以有大受用 但在实际上做佛事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斤斤计较 分离必争 甚至根本就不做佛事 因此懂得因果的人可以说不如明信因果的人 懂得因果对他们而言毫无作用 没有任何帮助 最多只是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理去存在罢了 明信因果的人则不同 他知道有因果正理的存在 知道宇宙万物的真谛确实如此 由于确信因果夜报的缘故 他对作恶会感到极大的恐怖和艳丽 害怕哪里出错了会伤害到众生将招致恶业果报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会行持谨慎 努力去恶修缮 而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真正修行人 所以懂得因果与明信因果完全就是两回事 如果抱着懂得因果就是好修行人的观念 本身就是对佛法正见认识不清 可见一个学佛修行人 正知正见是多么的重要 一个人如果对佛法不能生起深切的信仰 而仅了解一些因果道理是没有用处的 因为他口头上谈论的既是一些高深玄妙的道理 可是实际上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价值 我们切不可只做个懂得因果的人 让懂得两个字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及行持 而应该要做一个明信因果的人 深知因果业力如影随形 才能精进修行正得表生托死 这是所有学佛修行人 唯一应当要走的解脱正路 重要提醒 内容仅代表作者的学佛之见和个人受用感悟 只有公文南模第三世 多结相佛的法音 修学 即胜解脱大手印 借心经说真谛和什么叫修行 才是最正确 快捷的成就之道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